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意思就是多出外走走增广见闻 可以成长智慧 让生命更加丰富多元 随着时代进步跟交通发达 很多人选择到千里之外的国度 进行学习交流 现在世界各地 也都有台湾留学生的踪迹 而到日本留学 也是非常热门的选择之一 目前台湾有很多学校跟留学代办中心 辅导前往日本留学跟游学 本台记者这次就特别到 日本签业跟东京一带 了解日本留学生求学打工的实际情况 以东京近郊传桥市附近的 习志野外语学院来说 目前就全力招募台湾留学生 希望能够带动台日之间的 教育文化交流 私の学校は小さくて 小尽回りした学校ですので とても家族的です 良い時も悪い時も 学校は皆さんたちをサポートしています 勉強も同じです 先生と学生の距離が近い というところが特徴だと思います 学生の将来の希望に そういうような形で 我々も一生懸命努力をしております 目前日本政府 已经开放台湾留学生念書打工 虽然一星期只能打工28个小时 也就是说 一个月有100多个小时的打工时数 目前日本的夜班时薪 都在1400块日币以上 大概是400多块台币 所以不管在餐厅 或是一般公司打工 一个月都有四五万块台币的收入 许多人就是用这样半工半读的方式 在日本一边念書 又能学习到一技之长 先生はとても教え方も上手だし とても分かりやすく教えています 先生は優しいです 優しくて面白いです 勉強なことは先生たちは上手だし それの上にちゃんと家族のように いろいろ協力してくれるし 除了念書跟打工之外 外語学院也会安排 许多课外活动跟校外观摩 学生也会在宿舍里交流 跟交换学习心得 希望以一年为目标 取得日语合格鉴定 然后就可以很顺利 在日本取得就业资格 享受年薪日币300万的高薪待遇 是想回国去公司工作 或者说是去学校教日语之类的 想把在日本留学的经验 就是活用起来 旁边有商店街 有24小时超市 24小时便利店 所以说很方便 那在念書还挺好的 我们学校的老师很负责任 没有 应该说在这边 没有比这边学校 再负责任的老师了 这些到日本留学游学的外国人 踏在异乡的土地上 难免都会有失落跟孤单的时候 幸好有老师跟同学的鼓励陪伴 能够快乐地学习成长跟就业 将来不管是留在日本 或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发展 都能留下人生最珍贵的回忆 也背负着促进国际和平交流的使命 让世界更幸福美好 记者陈文旭 日到雅一日本报道